我本身就是一个产量很低的演员 每年作品也很少 所以疫情对于我个人其实区别不大 确实有之前谈好的项目 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往后延 后来又导致可能开不了机 或者是时间就撞在一起 对于全行业来说这一定是一个灾难 任何一种灾难都是有利有弊的 那我们现在其实可以安静下来 就是利用这个疫情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我们去考虑这个行业 就是我们该如何重新开始 前几年的这种过于商业的这种状况 其实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灾难之后 其实冷静下来了 我觉得冷静了很多 从现在的这个基础上去开始去做的电影 或者是影视剧这样的 其实都是相对我觉得比较靠谱的 其实挺多的 各种类型我其实都挺想试的 因为演员这个行业它的乐趣就在于这儿 随着你去理解不同更多的角色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内心 也一扇一扇一扇窗户就不断地打开 就是你会更宽容 Fusion 继续 完成 继续 好了 感谢观看